今天我们用平底锅做饼干 一口平底锅 加四个鸡蛋 倒鼓四种花式小饼干 无油香脆 古早风味的平底锅蛋黄小圆 坚果香甜 法式经典的平底锅杏仁瓦片 酥到吊渣 长辈都夸的平底锅中式陶酥 清脆香浓 回味无穷的平底锅芝麻蛋卷 准备工作很简单 先来磕两个蛋 蛋清蛋黄分离开 一个正常的蛋 体重大概是50克左右 其中蛋黄20克 蛋清30克 这里是两个蛋清 大概60克 加入30克白砂糖或者糖粉 稍微搅一搅 表面出现细细的小气泡就行 再筛30克面粉进来 继续搅一搅 倒进30克融化黄油 最后再搅一搅 5分钟之内 你就能获得这种白净 细腻又光泽的面糊 这份面糊的配方超好 记蛋清糖油和面粉 是2比1比1比1的黄金比例 没有称的同学 大概就用两个蛋清 糖油面各加一大汤勺 用筷子搅一搅也能搞定 得到这份面糊之后 可以选择再加90克杏仁片 也就是大概4汤勺的量 用刮刀或者饭铲轻柔的翻拌均匀 盖上保鲜膜 放在室温 让它休息个半小时 平底锅小火预热 快小半勺杏仁面糊到锅里 叉子沾点清水防粘 再尽你所能的 摊薄一些 整圆一些 保持小火 煎上3到4分钟 翻个面 再煎1到2分钟 两面金黄之后 就可以出锅晾凉啦 杏仁瓦片呢 是特别经典的法式小饼干 也是我上蓝带甜品课的 入门一课 这款改造过的平底锅杏仁瓦片 上色会更深一些 但只要摊得够薄 吃起来同样是满口的杏仁香浓和酥脆 一点都不输烤香板 嗯 家里没有杏仁片啊 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份黄金比例的面糊 直接撒一小把黑芝麻 平底锅小火预热 舀一勺面糊 盖一张油纸 再找一个家里最平的东西 迅速压平面糊 掀开油纸 小火煎1到2分钟 看到周围开始饭金黄色了 就翻个面再煎一分钟 接着以迅雷不挤眼耳 到铃儿响叮当之时 借助一双筷子卷起来 再收口朝下回锅定个行 平底锅芝麻蛋卷就完成啦 想知道有多脆吗 我来替你们捏一个 再来替你们咬一口 现在还有人记得开头的那一堆蛋黄吗 两个蛋黄 加40克糖 80克玉米油 搅匀 再把两克泡打粉和一克小苏打 加到170克面粉里 稍微混混匀 一起锅个筛 筷子拌一拌 上手揉成团 家里有核桃的话 这个时候切切碎 一起揉进来 再揪成几个小球球 平底锅先不用开火 四个小球列方阵摆进来 用手指轻轻按成扁扁的圆形 再往中间塞一捏捏黑芝麻 造型完成之后 再开小火 上锅盖 焖煎5到6分钟 小心而温柔的 撇筋 翻个面 开盖再煎两到三分钟 同样等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这款平底锅桃酥 是筋筋一碰就会掉渣的那种酥 松脆 特别能收买长辈们的中国味 如果你加恰好有打蛋器 那两个蛋黄也可以有个plan B 再敲一个全蛋进来 加40克砂糖和糖粉 用打蛋器高速打发3到4分钟 到处出现明显纹路 再转低速打发1分钟整理气泡 直到提起打蛋头 面糊滴落的痕迹不会轻易消失 再过筛80克低筋面粉 刮刀轻轻拌匀 装入裱花袋或者保鲜袋 剪个小口 在平底锅里挤上一颗颗小面糊 开小火 盖盖子 焖煎3到4分钟 翻面 开盖煎1到2分钟 就可以出锅放凉啦 如果把面粉中的5克 替换成抹茶粉或者可可粉 同理可得另外两种口味的蛋黄小圆 这一款也很适合用微波炉来操作 盘子电油纸挤上小面糊 微波炉600瓦 钉40到50秒 对比一下 左边的平底锅板 两面都会有微微的焦黄 吃起来是外表焦香 内里脆嫩的口感 右边的微波炉板 表面更平整 吃着更干脆 三色蛋黄圆的灵感 其实来自我以前给宝宝做的蛋黄小绒豆 是酥酥脆脆的童年滋味 家里没有烤箱的同学们 这四款平底锅饼干都学费了吗 配方都在这里啦 记得交作业 我是贝果 记得关注 饼干 无油香脆 古早风味的平底锅蛋黄小圆 坚果香甜 法式经典的平底锅杏仁瓦片 酥到吊渣 长辈都夸的平底锅中式陶酥 清脆香浓 回味无穷的平底锅芝麻蛋卷 准备工作很简单 先来磕两个蛋 蛋清蛋黄分离开 一个正常的蛋 体重大概是50克左右 其中蛋黄20克 蛋清30克 这里是两个蛋清 大概60克 加入30克白砂糖或者糖粉 稍微搅一搅 这回不用锻炼比例 搅到表面出现细细的巧气泡就行 再筛30克面粉进来 继续搅一搅 倒进30克融化黄油 最后再搅一搅 5分钟之内 你就能获得这种白净 细腻 有光泽的面糊 这份面糊的配方超好记 四种原料 蛋清 糖 油和面粉 是2比1比1比1的黄金比例 没有秤的同学 大概就用两个蛋清 糖 油 面 各加一大汤勺 用筷子搅一搅 也能搞定 得到这份面糊之后 可以选择再加90克杏仁片 也就是大概四汤勺的量 用刮刀或者饭铲 轻柔的翻拌均匀 盖上保鲜膜 放在室温 让它休息个半小时 时间差不多的时候 平底锅小火预热 快小半勺杏仁面糊到锅里 叉子沾点清水防粘 再尽你所能的 摊薄一些 整圆一些 保持小火 接上3到4分钟 翻个面 再煎1到2分钟 两面金黄之后 就可以出锅晾凉啦 杏仁瓦片呢 是特别经典的法式小饼干 也是我上蓝带甜品课的入门一刻 这款改造过的平底锅杏仁瓦片 上色会更深一些 但只要摊得够薄 吃起来同样是满口的杏仁香浓和酥脆 一点都不输烤香板 嗯 家里没有杏仁片啊 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份黄金比例的面糊 直接撒一小把黑芝麻 平底锅小火预热 舀一勺面糊 盖一张油纸 再找一个家里最平的东西 迅速压平面糊 掀开油纸 小火煎一大两分钟 看到周围开始翻金黄色了 就翻个面 再煎一分钟 接着 以迅雷不挤眼耳道铃耳响叮当之事 借助一双筷子卷起来 在收口朝下 回锅定个形 平底锅芝麻蛋卷 就完成啦 想知道有多脆吗 我来替你们捏一个 再来替你们咬一口 这熟悉而亲切的味道 像极了大学时代的食堂里 总让我心心念念的那一份蛋卷 现在 还有人记得开头的那一堆蛋黄吗 两个蛋黄 加40克糖 80克玉米油 搅匀 再把两克泡打粉和一克小苏打 加到170克面粉里 稍微混混匀 一起过个筛 筷子拌一拌 上手揉成团 家里有核桃的话 这个时候切切碎 一起揉进来 再揪成几个小球球 平底锅先不用开火 四个小球列方阵摆进来 用手指轻轻按成扁扁的圆形 再往中间塞一捏捏黑芝麻 造型完成之后 再开小火 上锅盖 焖煎5-6分钟 小心而温柔地 撇进翻个面 开盖再煎两到三分钟 同样等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这款平底锅桃酥 是轻轻一碰就会掉渣的那种酥 松 脆 特别能收买长辈们的中国味 所以今年过年回家的自制年货 我都替你们备好了 如果你家恰好有打蛋器 那两个蛋黄也可以有个plan B 再敲一个全蛋进来 加40克砂糖和糖粉 用打蛋器高速打发3-4分钟 到处现明显纹路 再转低速打发1分钟整理气泡 直到提起打蛋头 面糊滴露的痕迹不会轻易消失 就像这样 再过筛80克低筋面粉 刮刀轻轻拌匀 装入裱花袋或者保鲜袋 剪个小口 在平底锅里挤上一颗颗小面糊 开小火 盖盖子 焖煎3-4分钟 翻面 开盖煎1-2分钟 就可以出锅放凉啦 如果把面粉中的5克 替换成抹茶粉或者可可粉 同理可得另外两种口味的蛋黄小圆 这一款也很适合用微波炉来操作 盘子电油纸 挤上小面糊 微波炉600瓦 盯40-50秒 就能出炉啦 对比一下 左边的平底锅板 两面都会有微微的焦黄 吃起来是外表焦香 内里脆嫩的口感 右边的微波炉板 表面更平整 吃着更干脆 三色蛋黄圆的灵感 其实来自我以前给宝宝做的蛋黄小绒豆 是酥酥脆脆的童年滋味 最后 你看我都用平底锅变出四个小饼干了 还不给我两个圆圆的东西再走吗 我是贝果儿 下回见 按照贝果儿家的传统系俗 过年呢是要做饼干的 今年我准备用四个鸡蛋 一次性解锁十种饼干 这一期先来五种蛋黄饼干 做个酥酥取其盒子 每一种小饼干都香酥浓 而且留香超久 拜年串门带上它 保证你能被一顿夸 先来搞个万能面团 我把原来的配方升级了一下 减了糖 但是更酥更香 过筛的滴粉 冷硬的黄油 一气丢进你家的厨师机或料理机 都没有的话 还可以伸出双手 来个老粉们都熟悉的沙画 等到黄油和面粉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时候 糖粉和杏仁粉入场 再分次加入四个蛋黄 让面团紧密粘合在一起 转到台面 长根推匀 成团 蛋黄版万能面团 搞定 切个星星 分成五份 四份裹个膜 休息会儿 第一份面团 先做个花生小小酥 面团按扁 加30克花生碎 揉匀 再分成大概20克一个的小剂子 搓圆 稍稍按平 摆在烤盘上 用碗底留了一丢丢蛋黄叶 给它们涂个脸 香剪一面南瓜籽 放入提前预热的烤箱 170度烤12-15分钟左右 出炉 哒哒 有没有想起超市货架上的那些花生小小酥 咬下一口细细咀嚼 花生的香笼在嘴里一点点爆开来 面味瞬间拉满 新的一年会有好式花生 第二份面团来做个开心冰举起 面团里加三克抹茶粉 用搓衣服的手法长根推挤 再加20克切碎的开心果 折叠成团 粗成长条 借助油脂的力量 出出圆 卷起来 都弄硬 拿出来刷点水 去糖堆里面打个管 切片 入烤箱 还是170度12-15分钟 这bling bling的冰曲棋 看一眼就心情大好 咬一口更是开心加倍 刚入口是糖粒的甜蜜 慢慢瞧是开心果的香气 回味里还有抹茶微苦的清香 易用未尽 第三份面团做个粉嫩嫩的草莓雪绒酥 这份面团直接隔着保鲜膜 擀成一个略有厚度的长方形 冷冻一刻钟 竖着几刀 斜着几刀 徒手切成直角三角 送去烘烤 出炉后稍稍晾凉 还有余温的时候 趁热裹一层用草莓粉和奶粉 做成的毛茸茸外套 这层粉色外套 带来了浓郁奶香和酸甜水果的双重加持 和酥酥的饼干一起坏在嘴里 嘴唇上也会沾上一点粉粉的可爱绒毛 感觉整个人都明亮起来了 第四份面团 我们来点咸味 面团里加30克芝士碎 揉匀 分成20克一个面团 搓圆 摆在烤盘上 用勺背轻轻压扁 再挤一丢丢沙拉酱 增加风味 和我一样爱吃葱的同学 可以再来点葱花 做点缀 入炉 170度开热风烤上一颗钟 整个厨房都会被香气腌入味 嘎 芝士碎 星星点点的散落在曲奇里 咬下去 你会感受到芝士香和黄油香 在口中360度环绕 越嚼越停不下来 胖 但是真的快乐 最后一份面团 来应个新穿的锦 做个花花沙布雷 面团直接隔两张油纸赶开 赶到厚度 断开3毫米左右 丢进冰箱 稍稍冻印 拿出来 揭一揭两面的油纸 再切 或者刻出任意你喜欢的形状 剩下的煸饺料也别浪费 我顺手用红刺绒液 调了个洗青的颜色 再擀薄 冻印 来刻个小桃花 入烤箱 这款饼干比较薄 150度烤个12-15分钟 表面浅浅上色就行 我还按照传统零次饼干的造型 一半饼干挤上自制树莓酱 另一半撒上糖粉雪花 组装在一起就更有稀情气息 叨叨 薄薄的饼干体放进嘴里 一抿就化开了 圆润的黄油奶香 搭配自制树莓酱的酸甜 哦 简直不要太幸福 来 抓一只小兔子 给你们演示一下 什么叫做苏道吊渣 祝大家兔年大吉呀 把上面几种饼干简单组装一下 就能得到这个无比惊艳的 酥酥曲奇盒子 过年期间把家里半年串门带上它 保证你被一段夸 至于剩下的一碗蛋清嘛 你可以用它做个蛋卷包脆双皮奶 或者等我的下半期脆脆曲奇盒子 会使你贴心的蛋清消耗大法 我是贝果 新春快乐呀 马上就是圣诞节了 呼叫贝果 想看圣诞料理呀 微波炉就能做的那种 主要还是想送点喜欢的人呢 嘿嘿嘿 好的 今天就来安排个微波炉圣诞曲奇拼盘 内涵一棵微波炉圣诞树 一顶微波炉圣诞帽 一对微波炉圣诞花环 另加一份微波牛牛拐杖 和微波牛牛棒棒糖 怎么样 能给你们的微波小能手 打几颗心呀 先来做个搅一搅就能完成的 微波圣诞曲奇四件套 100克黄油 微波炉零30到40秒 到这种一半固体 一半液体的样子 加30克糖粉 搅一搅 一个蛋清分两次加入 搅一搅 如果你不想遭遇传说中的水油分离 那么蛋清最好是提前放置室温 或者用微波炉最最低火 盯个10秒钟 搅好的状态呢 应该类似浓稠的沙拉酱 110克低筋面粉 过筛进来 画个工具 继续搅一搅 直到面糊变成这种乖巧的样子 分出大概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面糊 装进一号裱花袋里 剩下的面糊中 加三颗红曲粉 翻拌 碾压 完成变色步骤 装进二号裱花袋 挑个裱花嘴 右边这种牙齿密一点的花嘴 挤出来的纹路会更好看 花嘴入三号袋 剪个小口子 再拿二号袋 也剪小口子 二号袋装入三号袋 完成套娃步骤 接着是我们微波炉饼干的常规套路 取盘子 垫油纸 如果油纸不听话 就挤点面糊固定它 用绕圈的方式 大致挤出几个三角形 再把二号袋抽出来 换进一号袋 开头的这一段呢 可以挤个见面取齐 等到白色面糊完全露出来之后 就可以给圣诞帽挤上白色帽颜 和毛线小啾啾啦 用一种花嘴挤两种面糊的 日常翻车小技巧 你学废了吗 把圣诞帽送您微波炉 600瓦 盯2分30秒 或者700瓦盯2分钟 出炉晾凉 剩余的红色面糊 还可以绕个空心圈 挤成小花环 微波炉600瓦2分钟 或者700瓦1分40秒 出炉晾凉 如果感觉靠挖步骤太麻烦 回到刚才的黄油糖粉蛋清糊 把110克面粉和3克抹茶粉 一起过筛进去 搅匀 这回只要一个表花袋加表花嘴 装进绿色面糊 就可以绕圈挤出绿色花环 或者由小到大画波浪 挤出圣诞树的形状 送紧微波炉叮熟 出炉晾凉 这个时候融化一点白巧克力 微波炉小能手温馨提示您 微波融化有风险 隔水融化更保险 再切一点蔓越莓碎和开心果碎 用晾凉的曲奇 沾点巧克力 撒上小果粒 圣诞树的背面呢 还可以涂添巧克力 黏上半根百纯饼干 当做树干 等巧克力冷却变硬后 圣诞曲奇套装就搞定啦 抹茶清新 白巧香甜 蔓越莓和开心果进一步丰富了口感 主要呢 还是颜值高 耗时少 不用打发还免烤 浓浓的圣诞氛围 都藏在这些小曲奇里啦 不过 有多少人是没有裱花袋和裱花嘴的 弹幕里面举个手 嗯 没关系 投出你的两个并 让徒手表演艺术家贝国 来教你整个微波炉牛牛饼干三件套 100克黄油 微波10到20秒 盯到这种软化但不融化的状态 加50克糖粉 这回连蛋抽都不用 直接拿个刮刀或饭铲 搅一搅 一个常温的鸡蛋打散 分三次加进来 搅一搅 200克面粉 中筋 低筋都可以 筛进来 拌拌匀 揉成团 分三份 其中的两份 加一点红和一点绿 调好色的面团 裹上保鲜膜 冰箱休息半小时 揪一坨白色面团和一坨红色面团 搓一搓 扭一扭 再搓一搓 弯一下 就是一根小拐杖 揪一坨白色面团和一坨绿色面团 搓一搓 扭一扭 再搓一搓 卷起来 就是一根棒棒糖 会变辫子的同学 也可以用三根面团 编个圣诞花环 微波炉600瓦1分30秒 或者700瓦1分钟 叮熟 出炉晾凉 按照刚才圣诞树的方式 给棒棒糖粘个棒 踏踏 徒手做出来的微波牛牛饼干 是不是也超可爱的 咬下去是嘎嘣脆的口感 感觉像拿了根圣诞小魔杖 这款微波牛牛饼干 还能扭成任何你想要的样子 比如 Merry Christmas 我是贝果儿 下回见 众所周知 我的微波炉 是可以一分钟变出蛋糕的 那如果 把主角换成饼干呢 两个月之前的这个flag 今天 安排 一次性 做五种 像经典致敬的微波炉 蔓越莓取奇 入口塑料化的 微波炉抹茶 玛格丽特 马克杯就能做的微波炉版去多多 免糖又免油的微波炉燕麦软取奇 咸香酥脆能养味的微波炉葱香苏打 怎么样 想吃哪款呀 据说 第一次做烘焙 99%的人尝试的食谱是 蔓越莓取奇 第一次做微波炉饼干 也让我们从这个经典款开始吧 首先 来整一条蔓越莓取奇面团 咋整呀 黄油用微波炉盯到半融化的状态 咸咸咸 打它 白糖或糖粉 倒 咸咸咸 打到它轻盈蓬松的像米毛 一个蛋液 分次 倒 咸咸咸 倒 咸咸咸 面粉 裹个筛 切碎的蔓越莓干 拌进来 整成方方的一条 冰箱冷冻一小时 切片 微波炉伺候 嗯 率先登场的四位拳手 在此微波炉饼干实验中 英勇显身 缩短时间 再来 这回就令人满意多了 左边 80%的火力 正反面各30秒 饼干熟得刚刚好 凉凉后是沙面面的口感 右边 100%的火力 正反面各30秒 饼干熟得更透 中间看着微焦 但吃起来更加喷香酥脆 和烤箱不同 微波炉是从中心开始加热 加热的数量 摆放的位置 都会影响加热时间长短 和受热均匀程度 最好不要贪心 像这样一次心脏太多 更建议拿个圆盘 电层油脂 每次加热5-7块 用100%的火力 正面一分钟 反面30秒 酸甜酥脆的蔓越莓取期 这个烘焙界 鸡石一般的存在 被我用微波炉攻克啦 摸清了微波炉的套路 让我们再用另一款经典饼干 来交叉印证一下实验心得 黄油还是定到半画 咻咻咻 加糖粉 咻咻咻 所有粉分混合过筛 再把蛋蛋和黄黄碾压进来 捏一小撮海盐提升风味 揉成大绿团 再分成10克左右的小绿团 拿盘子铺油纸 召唤七颗绿猪猪 伸出你的大拇指 跟我一起 嗯 送进微波炉 百分之百的火力 正面一分钟 反面30秒 出炉 记得晾凉才会变脆 跟烤箱版的比起来 微波炉版玛丽特的小花 开得更加灿烂一些 但口感上几乎没有差别 都是一个字 特别酥 酥到舌头一鸣就融化 轻轻一捏就吊渣 还有抹茶的回甘在口中开花 可是可是 这个做起来还是有点麻烦点 那就表演个只要洗一只杯子的 微波炉马克杯去多多 还是我的那个萨利小鸡杯 丢一小块黄油 微波30秒到完全融化 加一勺糖 一个蛋黄 搅 这时你有两个选择 选择一 加三勺粉粉 搅匀 点缀杏然片 微波炉一分30秒 就能得到一个可口味的大cookie 选择二 加五勺粉粉 搅匀 上手揉成团 分成两个球 摁成大饼脸 镶嵌巧克力 也是微波炉一分30秒 晾凉 就是防板去多多啦 这一款的口感脆脆的 吃起来蛋香浓郁 配上巧克力豆 风味十足 警告警告 热量致死 咸指劝退 嗨 别走呀 我再教你个不用糖 不用油 不用秤的 微波炉燕麦软曲奇 你只需要三种原料 两根熟透的香蕉 用叉子无情碾碎 再次找出两米的杯子 放两盒快熟叶麦片 半盒巧克力豆 你可以替换成任何你喜欢的坚果 搅成粘稠的尾面团 快递小勺 怼上油纸 用手轻轻按扁 整圆 微波炉一分30秒 晾凉后 咬一口 口感软而韧 配上微微融化的黑巧克力 越焦越有味 香嘛 肯定是比不上黄油的香 但你都减脂气了 还要啥自行车呀 喂喂 我爱吃甜食的咸的 在这里找了好久了 好嘞 第五款 做个咸香酥脆的 微波炉葱香苏打饼干 70克牛奶 用微波炉叮到温热 倒两克酵母 搅啊搅 150克面粉 加两克盐 一克小苏打 30克玉米油 10克葱花 搅啊搅 倒入牛奶酵母水 搅啊搅 再上手揉揉揉揉 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醒发20分钟 取出面团 拍扁 尽你所能 擀成薄薄的长方形 去掉边 切小块 拿叉子 享受解压时刻 同样的油脂操作 送进微波炉 正面一分钟 反面30秒 出炉晾凉 微波炉苏打饼干 香脆度是够啦 但这硬度嘛 稍微有点练牙口 如果你喜欢这种 更松软的口感 不妨试试用 平底锅 研究日词 我好像发现了 另一个做饼干的神器 所以 有人想要看我研究 平底锅饼干吗 那就动动手指 就当给点研究经费吧 嗨 我是贝果儿 作为微波炉 烤箱 平底锅 三西全面发展的 不知名美食up主 至此新春佳节之际 我决定来个年货小零食 三连大方送 第一期 烤箱版 让我们来用一个万能面团 一次性解锁四种饼干 坚果香浓的杏仁钻石砂布雷 清新回甘的抹茶核桃小雪球 滋味醇厚的可可雪山小曲奇 Jerry最爱的奶酪蛋香小饼干 做饼干 最常见的顺序呢 就是 黄油软化 加糖打发 加蛋乳化 加粉 拌它 这个操作叫做乳化法 但其实还有个沙化法 可以帮你省掉打蛋器 彻底告别水油分离 只要一双手 就能全部搞定 来 所有面粉过筛 遇到这种分量大的时候 先筛到一张油纸上 在一股脑倒进碗里 可以有效避免 麻剑打的凌乱现场 黄油 不用软化 切小块 丢粉里 直接上手 揉搓 碾压 直到黄油块都消失不见 纯白的面粉被染上浅浅的黄色 这种指缝间流过的沙 就是沙化操作的精髓 接着 往沙堆里塞入糖粉 杏仁粉 倒进一个鸡蛋液 再次上手 揉匀 压实 转到台面 用掌根之力 推挤 成团 呢 不用打发 也不用软化的万能饼干面团 就搞好了 下面进入变身环节 万能面团分四份 每份大概230克的样子 其中三份敷个保鲜面膜 排队等待 剩下一份 搓成长条 想要揉得更均匀 我来给你织一招 隔着油纸 一手用刮板或尺子往前推挤 另一手把下方油纸轻轻回抽 达达 够原播 裹好衣服 冰枪冷藏 定个型 取出圆柱 展开油纸 再一端撒上白砂糖 给它刷点水 做保湿 再往糖堆里面打个滚 穿上bling bling的外套 切片 切片 擺进烤盘 再用力镶嵌一颗小杏仁 送进烤箱 150度 烘烤20分钟左右 这款杏仁钻石砂布雷 外层沾着的砂糖颗粒 就像是闪闪发光的小钻石 一口咬下去 杏仁香 饼干脆 砂糖酥 多重风味 共同交融 让你忍不住一口 接一口 第二份面团 加5-6克可可粉 同样的搓衣服手法揉匀 再把30克杏仁片揉进来 捏成一条三角柱 裹上衣服 冷藏定型 取出来 切成片 150度 20分钟左右 再到融化的白巧克力里 蘸一下 可可雪山小曲奇 就做好了 可可浓郁 杏仁脆韧 白巧醇厚 层次丰富而立体 造型淘巧又有趣 满满的冬日氛围感 第三份面团 加50克芝士碎 我用的是烤披萨用的 马苏里拉芝士 随意揉一揉 装进这种密封袋 先留个小口 擀平 擀匀 再封上小口 这个扁扁的小方片 也进冰箱定个型 去除后 剪开袋子 切成三角 找一根奶茶或咖啡外卖 多送的吸管 随意扎点小孔 做成Jerry最爱的奶酪形状 刷层蛋液 送进烤箱 150度烘烤18分钟左右 晾凉后 这款奶酪造型 银小饼干 口感特别脆韧 马苏里拉被烤得金黄 嚼在嘴里 是满口的蛋香 奶香和汁香 最后一份面团 加三克抹茶粉 搓匀 再加15克核桃碎 裹上保鲜膜 大致正呈长方形 还是冰箱键 取出后 横竖各四刀 分成25份 每份大概10克的样子 揉成小圆 送入烤箱 还是150度 18分钟左右 出炉后 趁热用抹茶糖粉上个桩 晾凉后 如果桩花了 可以再撒一层定个桩 清新酥脆的抹茶核桃小雪球 刚好是一口大小 香浓中透着轻盈 微苦中带着甘甜 如果你喜欢更清爽一点的口感 其实它素颜的样子 就很好吃了 没有烤箱 不要急 投出你的两个臂 别忘了 还有续集 微波炉和平底锅 等着你 我是贝果 下回见